新竹市图书馆 近年来增设非常多的分馆 能够在这么好的环境跟资源的地方工作 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通常我都是十点到学年买菜 然后顺便到隔壁的图书馆借书 享受一个人的阅读时光 我对环境的看法是 每一个人的母亲 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环境 我的母亲是台语 我的台语作品 杀了为少 我又跟这些作品聚合 音乐聚合 希望以前和音乐的聚合 能分享更多的人 一座城市的智慧 主要来自于生活 可以在图书馆阅读 同时旁边又是绿意昂然的生态 这样的阅读生活 就是享受生活 新竹市图书馆的丰富外文馆藏和线上资源 让我和学生轻松探索语言文化和世界接轨 《风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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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阅每一本书》 我在新竹市图书馆等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